诶,这个佛法呀,哎呀,实在是很妙,你看,这几句话听了以后,哎呀,今天回去,日子就不一样了,完全不一样的,我觉得广经老上讲的那句话很了不起,那句话就是很了不起的圣人讲的话,你不要这个关于这个心窟,关于变阴的啊,变阴的,你就终终没关于的,哦,这个只有破我之的人能够讲这句话,你也不要管这个身体,变成远的还是扁的, 统统不要管他,病虎也不要管他,意思就是你要什么都要看得看,广经老上常常讲比喻说,这个身体啊,就像房子破了,老了,这个身体破了,哎呀,请广经老上再多住世几年了,广经老上一定跟他讲,这间房子破了,不能再住人了,就是没有办法,这个设施呢,已经五孕了, 快接空了,快烂了,快坏掉了,没有办法注视了,没办法了,那我们也有正确的观念就是,我们这个设身,也有一天会烂,会坏了,对不对,有一天我们还是搬家了,所以诸位,内塞的那个心,那个主人,要升华, 这个肉体嘛,就水眼尽量保持健康,有的是业力来的,有的人很健康,有的人没有办法健康,所以在座诸位,有一天你会搬家,知道吗,你这个设身一定会烂啊,一定会坏啊,所以有一天会搬家,那么就记得,讲这些的问题出在哪里,出在,叫你不要制作这个设身, 因为我们这个设身,有一天会搬家的,你的灵魂怎么可能一直住在你的身体,会搬家的,所以这不是究竟我们的家,不是究竟我们的家,我们的家在哪里,在清静的庄严净土,那是我们的家,清静的庄严心,感得清静的庄严净土,那才是真正的我们的家, 我们的家,这个设身会烂,会坏,而且再过几年而已啊,不管你任何,抹任何的保养品啊,你抵不过无常的,对不对,自己觉得像,清静的庄严,也不需要去拉皮,昨天讲的,不能去拉皮,总有一天会老的,会老的,我告诉你哦,你今天你去做这个小镇美容,小镇美容,技术好的, 没有关系,小镇美容,打的那个什么,肉毒感净啊,看起来很胖,我告诉你哦,很多都出问题,很多都出问题,有一个人去打这个肉毒感净,一个小姐,去打肉毒感净,结果那个医生啊,人家介绍说那个医生比较便宜啊,一直去打肉毒感净啊,结果打那个肉毒感净啊,打到一边麻痹,这边, 嗯,他在笑都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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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� 因此,讲了这个事有什么重点,讲了这个就是说,这个事神还是要看开一点,还是要看开一点。 男人就比较不会这样子的,男重就比较不会,女重嘛。 我举个例子,你知道吗? 昨天新闻报道的百货公司,现在百货公司,有一个百货公司一年赚一百亿。 全世界的分公司加一百亿。 你知道,赚男人的钱,跟赚女人的钱,比例多少? 你知道吗?百货公司,这一百亿里面,赚女人的钱,赚八十亿。 男人的钱,二十亿。 但是,这样算不是,你那个钱就比较好赚。 所以,百货公司,你去看,全部都是胭脂水粉饼。 老板,现在的指甲啦,discord啦,现在是在促销啦,什么化妆品啦。 我们到北海道去看,全部都是,全部都是。 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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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!